这个村庄的老人活不过72岁 因为一旦到了72岁 无论身体好不好 儿子都会把你抬到百米悬崖 接着老人就坦然地跳崖自尽 跳下来后 如果是当场去世的 村民会大声欢呼 可像这位老爷爷一样学艺不精 没有头着地当场死亡的话 大家会生气地大声赤河 这时就会有个手持大锤的男人走出来 一锤砸下去还不够 还要再补几锤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他们奇怪的习俗 村里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季节 18岁算一季 到72岁冬季结束 人生就圆满了 所以他们会欣然自得地跳崖 他们死后名字会赋予村里的新生命 而由于长期封闭 村里的繁衍出现问题 近亲繁殖的现象带来许多畸形儿